大家好,我叫古利巴斯坦,新疆博弗县人 蓬佩奥,郑国恩,你们造谣新疆存在强迫劳动 你们的行为简直太可耻了,让我感到很愤怒 新疆根本不存在强迫劳动 2004年,经过朋友的介绍 我来到博弗县一家蛋糕店学做制作蛋糕的方法 蛋糕店的老板是一名汉族大哥 他手把手地教我 短短用了六个月的时间 我学会了各种糕点和制作蛋糕的方法 我现在还在这一家蛋糕店当的店长 工资待遇在5000块钱左右 每当顾客吃起我做的糕点时赞不绝口 我心里面特别开心 心里面有一种满满的成就感 蓬佩奥,郑国恩 停止你们荒唐的污蔑 你们就像跳梁的小丑一样可笑 无论你们怎么撒谎造谣 也改变不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新疆人是不会相信你们的谎言